王轩看着两人消散的背影 有些出神 他的心中有些波澜 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回目光 可惜吗 至情至性 红尘流影 愿你们驻足之地 星光不灭 自己不遗憾就好 他转过身来 伤口闭合 阻止鲜血躺出 这一次他受伤真的很重 骨头都被斩断过 脏服被很多次刺穿 但是他一点恨意也没有 这是少见的 让他佩服 而又心绪不宁静的对手 换位思考 他能否如那个男子那般 放弃举世唯一的机会 毅然选择驻足人间 甘愿陪着一人 在岁月中腐朽 外界 自然是一片轩然大波 各艘飞船中都不平静 向各自的星球传送影音 有超爵士之姿的强者大战落幕了 地狱级关卡被他遇上 居然打赢了 这是击毙机械黑棚的那个人吗 我居然没认出来 他和勾成帝宫的弟子的战斗 有所保留 这次和那位超绝剑仙的一战 才被逼迫出实力 你们知道他来自哪里吗 绿蓝星 毗邻我所在的超凡星球 我们也算是邻居 外面热议 影响巨大 王轩在反思 总结这次的战斗 希望从中吸收到 足够有价值的灵性光芒 他受到的触动颇大 再重新打一次的话 依旧是半斤八两 难说谁赢谁付 我还需要再提升 不远处 赵青汉抹去泪水 在现实中他从不哭 是一个独立而意志很强的女性 现在他有些精神恍惚 那个女子虽然离去了 抽离了那种情绪 可他依旧有些印象 还记得很多片段 受到影响 请你洗尽那些情绪 不要干扰我身边的人 王轩开口 山水画世界消失了 眼前只剩下那本模糊的书籍 说完这些 他身上又冒血了 伤得有点重 因为那个男子的剑光 带有比竖法还恐怖的力量 宛若残余的规则于运 实在恐怖的离谱 扑 大片的血液溅起 他一个亮呛 竟站得有些不稳 外界 短暂安静 所有人都意识到 王轩被中创 情况不是多妙 王轩 赵青汉快速走来 想要辅助他 远处 吴音 青木 小狐仙 马超凡 也快速跑了过来 事情并未完结 你的选择依旧在被校正中 那本朦胧的书籍中 发出声音 并开始翻页 王轩抬头望向天外 精神感知异常敏锐的他 自然意识到 很多人在注意这里 各种探测设备 绝对能清晰地捕捉到这里的画面 他只能忍了 不然的话 想一炉盖砸过去 解决掉这本来历莫测的书 他觉察到 这本书很危险 可以严重威胁到他的性命 你什么来历 我 岁月之书 你要是能走到最后 我们还会相见 模糊的书籍传来声音 王轩心中一动 忍着伤痛 以精神天眼肆无忌惮地扫视他 想要看到本质 然而 一片混沌 无法解析 看不明白 他心头狂跳 这本很讨厌的书册 似乎有莫大的来头 他顿时产生各种联想 走到最后 还能见到他 这该不会是 最高奖之一吧 他露出一色 怀疑他可能是 逝去的超凡文明 未曾动用过的 旧约承载物 他在考虑得失 是否应该找机会 选一个特殊的地势 无人注意时 干脆用养生炉对付他 抢走就约承载物 还参什么赛 提前拿走岁月之书 岁月之书翻篇 一片幽暗的世界浮现 像是来到了宇宙中 清汉 你先离去 无音 清目 你们也不要过来了 王轩无比警惕 在这本书说 事情还未完结时 他就在戒备了 果然 昏暗的世界出现 覆盖这里 让他立刻严肃起来 同时也有些厌倦 他渴望同级别的切磋 但却不想在这种状态下 进行无休止的厮杀 尤其是现在 他身体被重创 状况不是多好 幽暗的世界 那篇书页 像是一个时空之门 走出一个高大的男子 浓密的灰发 琥珀色的眼睛 古铜色的机体 手里握着一口黑色的长刀 再从迷雾中穿行 在大雾中 在那时空门内 似还有一个女子 扑的一声 被他毫不犹豫地消首 直接杀死 鲜血洒了一地 神明之地 曾经存在的一个超凡文明 其人间最强者向你走来 书籍消失前 这样告知 那个高大的男子走了出来 踏出时空之门后 琥珀色的眼睛 像是凶兽的眸子 无情 带着力气 他高能有一米九五以上 一刀就向着王轩劈来 没有任何话语 黑色长刀 带着毁灭性的超物质 发出鲜魔哭泣的声音 隐隐绰绰 在这一人一刀的后面 漫天都是神魔尸孩 到处都是血 他脚下的大地上 也都是断臂残肢 当 王轩右手掌刀如红 踢在黑色长刀的侧面 左手画成拳头 带着无量光雨 伴着璀璨的金芒 向他轰去 敌人不出声 上来就绝杀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打过再说 能杀就先杀掉 在这一瞬间 两人千百次的碰撞 速度都太快了 以暴制暴 以强对强 刀光万重 全光照亮幽暗之地 外太空中 那些飞船上 所有超凡者都傻眼 这又是哪路神明 能和刚经历过 超决战的王轩对攻 两人有来有往 强势霸道 不相上下 神了 这主是谁 宇宙虚空中 很多人都被惊住了 又一个不可预测的猛人 这该不会是 至强神明的化身吧 有人猜测 很明显可以看出 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强大的离谱 甚至 有人觉得 他手中那柄长刀挥动出去 短时间内 也许竖刀就能劈死机械黑棚 不会有悬念 在激烈的对攻中 王轩和那个男子 都没有后退 有血光不时溅起 很严重的一次 那个古铜色的高大青年男子的左臂 险些被王轩的掌刀斩断下来 血淋淋 白骨茶都露出来了 咚的一声 王轩的羽化拳 如同惊雷划过虚空 激在这个如同神魔般的男子的胸部 那里明显凹陷 血液溅起 但是 王轩也几乎被他给斜肩劈开 半边身子都是血 王轩 幽暗之地外面 赵青汉 无音 青木等人身体发颤 焦虑而急迫 怕他战死在那里 这还是所谓的 很容易就过关的第一轮考验吗 简直是地狱关卡后 还有十八层地狱等在前方 扑 扮着异象 扮着最为血腥的搏杀 王轩右手如刀 扑开对手的胸膛 险些将其心脏直接展开 同时 他自身也再次挨了一刀 鲜血遍体 时间到了 宇宙虚空中 那座巨大的钢铁堡垒内 有声音传出 意味着 第一轮考验落幕 然而 第十八颗行星上 王轩宇那个男子近身搏杀 并未奋出胜负呢 地上到处都是烟红的血迹 你确实很强 超出我的想象 大概率 我们很快 还会相见的 幽暗世界消退 那本书浮现 并有声音回荡 其中的一页哗啦啦作响 猛烈翻动 那里出现一道门户 手持黑色长刀的男子 始终一语不发 最后看了一眼王轩 踏进那道门中 而后成为书中的图案 讲述着一段旧事 大战突兀的落幕 第二场战斗很短暂 但是却让王轩伤上加伤 他对自身机体 有强大的掌控力 使血肉闭合 鲜血不再流淌 洗去他心中那些和他无关的情绪与记忆 王轩对着那本书开口 他知道 留下那些记忆碎片的话 可能会让赵青汉对他更亲近 但是他认为毫无必要 不应受到到外界 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 理应纯粹一些 杀的一声 一道光滑过 赵青汉顿时彻底回过神来 精神不再恍惚 完全恢复过来 你是一本魔书 王轩开口 他操控人的情绪 改写人的记忆 这实在有些过分 再见 书籍模糊下去 没入熄灭的大结界中 就此消失 不久后 王轩离开这颗星球 重返外太空 奖励必互当中奖励 让各方都发呆 这还真是中奖 引发不小的骚动 然而 在议论声还未平静时 宏大的钢铁堡垒中 再次传出声音 参赛者还是太多 第二轮考验开始 这次是生死斗 淘汰一半的人 下场前考虑清楚 怎么活下来 不要丢了性命 但生存下来的人 都会有机缘 当然 在这种考验中 也有人性化的考虑 在激斗时 如果对手提前认输 胜者必须罢手 不能斩尽杀绝 总的来说 一切都是为超凡续命 寻找出路 主办者也不想太血腥 他们心里很明白 神话大概率要彻底腐朽了 没有多大希望 不应在这神话末年 让超凡者死伤过重 搜搜搜 无数道光于远去 参赛者开始逐批刺被送走 前往九片熄灭的大结界中 那里就是战场 轻木的脸色变了 这就直接开始了 真是迫不及待 可是王轩的伤还没有好 这对王轩来说太不友善了 和两个有超爵士底蕴的人 开战过后 他已经身负重创 直接就要进入第二轮 这该不会是有意增加难度 想狩猎王轩吧 无音和赵青汉都很担心 建议不要参赛了 没事 我有庇护服 再说 我觉得不会总是遇到地狱级关卡 王轩说道 既然都参战了 他自然也不想中途退出 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他看向青木 马超凡 小狐仙 赵青汉 无音几人 三前轮是资格赛 一经开始 无法中途退赛 三轮过后 真正的跨欲大战开启 大结界 现实世界 同时开战 那时可以随时退出 钢铁堡垒中有声音提醒 坑爹吧 马超凡叫嚷 警告 羞辱秩序维护者两次以上 会被抹杀 宇宙虚空中传来严厉的批评声 马超凡发呆 最后咕弄着 这意思是 我还可以无风险地羞辱一次 那先留着吧 等我不开心时再骂你 王轩也觉得很坑 这是什么破规则 不过主要也是因为 他们来得太匆忙 没有仔细研究这里的规矩 了解有限 刹那间 他们也启程 从钢铁堡垒中消失 伴着光雨 被传送到一片熄灭的大结界中